仿生眼植入大腦刺激神经 盲人重获部分视力 在一项研究中 医生植入装置影像将画面直接发送到大脑 借此恢复了六个盲人的部分视力 美国贝勒医学院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人员合作 测试了仿生眼Orient 这项装置有一个带有60个电极的大脑植入物 还有一副装置镜头用来捕捉画面的眼镜 根据开发这项设备的公司SecondSight表示 大脑植入物会放在视觉皮层的表层 能无限接收镜头捕捉到的解码信号 卫报报导 这个工具能够绕过眼睛和视神经 视神经通常会向大脑发送视觉信号 六位失敏的患者在医学实验中使用Orient装置 被要求看黑色的电脑荧幕 并确认不同时间出现的白色方块的位置 研究专家表示 受视者大部分的时间都能辨识出方块的位置 贝雷学院神经外科教授与主任Daniel Yosher 在新闻稿中表示 这项装置不能帮助那些先天失明的病患 因为它们大脑与视神经的连结 可能没有完整发展 这项设备只适合后天失明的病患 因为它们的视觉皮层是完整的 只是因为眼睛没有接收任何信号 因此视觉皮层没有受到刺激 又是表示对于失明的患者 有可能直接启动负责观察的神经元 以恢复功能性视力